刚到鹅厂 我姨跟我说还没回去呢 让他俩回去 我们俩在这儿守一夜 晚上来这块路上太冷了 是啊 说实话有点害怕 我爸妈估计在鹅棚里呢 走去看看 现在是晚上的1点多了 小鸡躺着没有脱衣服就睡着了 过两个小时 他又要起来了 天快亮了 他刚给小鹅添完水 完了鹅都不睡了 完了他就在睡着了 小鸡现在在给小鹅灌水 一晚上都没有睡了 直到现在 有一些憔悴 两天都没洗脸了 顾不上 我们是第一次养鹅嘛 完来之前他饿不了 一个多月的养鹅知识 大家我们的鹅棚不是太标准 所以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我今天早上刚起来 然后就给割了一袋草 但是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一会儿还得再去割 赶紧去鹅棚抽小鹅吧 不能离开人 看小鸡身上灶的 后边裤子都是 这裤子到时候就不要了 没事再换吧 小鸡从昨天中午就休息了两小时 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休息 完了小鹅现在小 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昨天看了一宿 到现在都没闭眼呢 累不累 还行 还行 硬撑吧你 太扛不住了 我也是 你知道我现在脸都别说了 你看后边 我后边 前是鹅屎 好吧 就是小鹅就掉下边了吗 完了我得下去去够他 那个身高我进 还可以就这样 就这样 还可以 要是小鸡这个身高进 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种活真的是我来 这 哎呦 都睡着了 这个睡 我去躺一会 你能看住吗 我能看住 你赶紧去吧 我去躺一会 这水放着别人脏了 嗯 再热温一温太凉 你多长时间没睡了 钢铁侠也撑不住啊 暂趁不住了 站都站不住了 你放心去睡吧 这些鹅我能看好 现在比较乖 百年没啥事 不行了 站都站不住了 赶紧去睡吧 我说了我一个给小鹅添点吃的 又没了 小鹅比较能吃 看我做什么菜 啥菜啊 你看看 麻婆豆腐 还有鸡蛋呢 哪有鸡蛋的 鸡蛋炒豆腐 对啊 嗯 味道自由啊 没有 还可以 哎呀 那脸呢 咋了 咋了你 葱光哥这个 这个菜啊 这真好吃 我感觉这边 山珍海味都要好吃 不容易啊 从我放进去 你生吃呗 又砸了 哎呦 那小鹅腿 老有的时候卡住 你知道吗 它要是慢慢 它自己卡着 它自己能出来 但是如果成群过的话 它自己就出不来了 所以需要人为给它拔一下子 还会比拔一下子 我看不过 你还能把其他的 鸡蛋炒豆腐 你活着 黄蛋炒豆腐 然后 它以后 蛋炒豆腐 然后 Harry 其实 你活着